可以吗 可以 还可以的话 82岁的陈阿公 半年前因为腹脏血便求医 发现罹患直肠癌第三期 担心开刀装上人工肛门 影响生活 3D微创手术是不必带尿袋 比较有尊严一点 那用传统的是吸尿袋不方便 阿公的肿瘤离肛门仅有3公分 属于超低位直肠癌 以前都得用传统腹部手术 现在可从肛门口 直接做微创切除手术 我们肿瘤可以直接从肛门口取出 那就可能不需要再另外 再打一个3到5公分的伤口 来取出肿瘤 但这样的手术 对医师来说是新挑战 我们现在是从反方向去开刀 就从肛门口 一个反面去进行手术 当然这个结构 那个构造上面会有点不太一样 这是一开始适应上的问题 当然这个技术越新越好 就是这样 传统的传统比较不保险 术后阿公非常满意 能保住肛门 及正常排便的功能 这项手术之前仅在北部才有 现在南部医院也陆续引进 还有健保补助 能解决患者许多不便 大爱新闻前新王昭中高雄报道 北市的金牢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